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被李亚南的父母列入了选女婿的黑名单 虽然以貌取人不可取 但这就是现实 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掌上明珠 将来能过得好点 与其男女儿的未来虚赌呢 倒不由现实一点 但没有名气颜值 事业的王祖兰又凭什么能够俘获李亚南呢 李亚南曾经在节目里说过 她是被王祖兰的才华所吸引 才华真的能当饭吃吗 也许在别人眼里呢 可能钱并不是她所需要的 而是这个男人能不能提供好的情绪价值给她 毕竟李亚南前有了 自然要的就是爱情了 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婚后生活在众人眼中还是很幸福的 而且王祖兰也不止一次炫耀自己有多么宠爱老婆 就连我们这些吃瓜群众都能感觉到她对妻子的爱 更不用说李亚南本人 还记得有一次王祖兰推掉了客户和朋友 就是为了给李亚南庆生 而且在某个节目上 王祖兰也是表示自己想要将最好的都留给老婆 在看到他们的故事之后 不少女孩都发出了感慨 这样的老公请给我来一打 王祖兰和老婆李亚南已经相爱了11年 结婚5年 两人经常在公众面前撒狗粮 比如王祖兰赞扬老婆的做菜手艺一绝 自己被爱投喂了两个月 纪念结婚5周年王祖兰发布的搞笑视频里 多半都是宠妻好男人的景象 但最近王祖兰宠妻人设的光环着实碎了一地 网友直呼 网络上你把老婆当无价之宝 现实生活中就是个免费保姆 其实王祖兰和李亚南上了一档真人秀 叫做做家务的男人 网友以为会看到两人温馨互动的日常 结果只看到王祖兰婚后扑二的操作猛有火 上海有段时间没雨季节 李亚南没有及时发现厨房里的厨具架已经发潮发霉了 结果王祖兰看见非常严肃的指责他干活不仔细 你把这放着干嘛 你洗了也没用 潮了你看不见吗 好脏啊 李亚南没有感到不被尊重 反而呢自己先做了反省 然后跟王祖兰道歉 紧接着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 对老公呢就是一顿彩虹屁 还好你发现了 而王祖兰呢压根没有暂停的意思 盯着这件事一直喋喋不休 直到李亚南善善的说出一句心里话 我现在很怕你 王祖兰终于闭嘴了 但没有对妻子的这句话做任何回应 而且他似乎也忘了他不留情面批评 大肆挑刺的对象 是正为他怀着二胎的老婆 最关键的是王祖兰五年没为李亚南亲手 做过一顿饭 典型的甩手掌柜行 竟然有脸去 指责为家庭运劳任怨的李亚南 但这还不是让观众最窒息的 王祖兰后面一番女德演讲 仿佛梦回封建清朝 李亚南姑妈来访 两人招待完毕后 王祖兰感慨当妈不容易 他自己妈妈就是生他之后呢 做了家庭主妇 他还说在李亚南的身上 看到了妈妈的感觉 李亚南随身附和 可以为了家庭放弃一切 按道理 体贴老婆的男人 现在应该说一句感激 或者承诺会和老婆 分担更多家务事 王祖兰道好 比风一转来了一句 在我心中这种就是女人美 李亚南整个人都傻了 之后他继续强调 有时候看你照顾Gabby的时候 真的好美 因为我觉得这种中国传统的美德 很贤晦的女人 真的没那么多了 后来意识到发言有误 试图讲解 我这不是大男子主义 我只是觉得这样美 哥连一运傻三年 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朱丹 都在屏幕外 说你是大男子主义 试惊了 朱丹都能看清感情真相了 麻烦你心里有点竖行吗 节目播出后 李亚南看着维西亚里 那个忍气吞声 身心疲惫的自己 自问自答了一句 为什么当时我还在笑 比起自嘲 更像是一种无处倾诉的委屈 说实话 王祖兰先扬后裔的做法呢 真有点像爱情你的普尔 先大肆的表扬你的奉献 让你有荣耀感 然后给你精神洗脑 说女人这样生活就是最幸福 最有价值的 可女人自己的价值 凭什么由外人决定 无论是在家里相夫教子 还是在职场奋进厮杀 不应该由女性自己随心选择吗 其实我们对中国传统美德 完全没有意见 王祖兰让观众最反感的地方在于 他完全是按照封建男权社会中的思维 去给女性的美下定义 他觉得女人为家庭奉献一切才算是美 本质上就是在情感绑架 让伴侣在道德上 首先放弃出家庭外的选择 王祖兰的言行 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一个男明星 郭涛 4月底呢 郭涛道歉上了热搜第一 问题在于他新书父亲的力量里 害人听闻了几件事情 第一 他自曝曾打过一个女演员 因为对方又闹又吵 不听他说话 他书中的原话是 女人给他一个底线 他就知道怎么做 而郭涛老师的底线 就是像训狗一样打人 第二 内涵女演员 郭涛觉得多数女演员呢 都会给伴侣戴绿帽子 还说他们爱慕虚荣 第三 用不恰当的封建观念 绑架女性 跟王祖兰如出一辙 郭老师在书里写道 我衡量女性有五字标准 温良公俭让 他还曾言 说家对于自己呢 就像旅店 工作完就回来住一阵子 但他对旅店有要求 必须要有人热饭菜 暖床铺 回来要被人伺候 为什么最后找了李然做老婆呢 她给出的原因是 顾家省钱 欲望不高 是一个极传统美德 于一身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 李然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愿意给她生孩子 她很感动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郭涛和王祖兰的共同点呢 就在于他们把封建时期的传统糟粕 变成了美化 成了美德 真正平等的两性关系 真正健康的家庭氛围 一定是夫妻共同协作 两人平等互助 尊敬彼此 但无奈现实生活很难两全 在孝敬长辈 养育子女的过程中 一定程度的牺牲本是合理而现实的 但郭涛和王祖兰 错就错在 他们以极度自我的大男子主义为思考点 认为这是一个好女人 好妻子的标准 似乎在这些人的眼里呢 老婆就是娶回家的免费保姆 洗衣做饭带孩子应该是她的分内事 而他们自己要做的 只是下班回到家当皇上 别说分担家务 就连教育孩子 似乎也是老婆一个人的事 女人作为独立的个体 她们的价值本应该不需要通过维系家庭来体现 她们也不应该是为男性而存在的附庸功能 什么才是女性的美德 我认为呢 是智慧 勇气 理性 坚韧 以及适当的成全 希望女性们能够时刻记住 你不一定非要当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默默付出的女人 我们存在的意义不是男性社会的附属品 不要被所社会偏见质号和绑架 你也可以选择当成功的女人 只要你愿意 好了今天的八卦与子将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